最近本台取得了一份关于中共打压新唐人的命令 这份命令规定中国国内影视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影视节目提供给新唐人电视台 影视公司在向境外出售影视节目时还必须与购买方约定 不得将节目授权或转授权给新唐人 这份命令同时操纵给由中共写载派操控的中央610办公室 广电总局于2010年底给大陆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广播影视局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下发了一道 关于防范法轮功新唐人电视台的通知 以命令形式要求影视单位不得将任何节目通过任何形式提供给新唐人 并不得将节目用于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播出 为者将严肃追究责任 新唐人电视台当然是在国内是要封杀的 中共它建制很多的节目把授给新唐人电视台 实际上它是对新唐人电视台一种恐惧 因为新唐人电视台播出了大量的真实反映大陆 这个情况的一些新闻节目 还有一些专题片 近年来很多民众因为安装收看新唐人的小锅子 而遭到公安打压 波抄法轮功学员因为安装能收看新唐人的卫星天线 或帮助亲朋好友安装卫星天线而遭到迫害 2007年新唐法轮功学员张文亮帮妹妹家安装卫星天线 遭到恶警绑架并被迫害致死 新唐人副总裁周世宇表示 十年来中共不遗余力地打压新唐人 在过去的这十年中 中共一直对新唐人 一个是从他的商业运作上进行打压 同时在华人中赞布这种污蔑新唐人的谣言 尤其在这个节目上进行封锁 特别是电视剧 因为华人就是新闻电视剧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节目 新唐人曾播出一部小说家 《穷瑶的青春偶像》连续剧 和大陆真名演员张国立导演的《季工新传》 而中共有关部门 胁迫他们亲自给经销商打电话 迫使新唐人停止播放 从广电局的这份密文 可以看出 中共官方就是明摆着 要耍流氓来打压新唐人 而且这份密文还要操纵610办公室 可以看出这样的打压 是610办公室指使的 坚泽民成立的 这个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 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拥有极大的特权 因此自然的很容易操控广电局 武汉居民秦先生向新唐人诉苦 因为中共不断封锁 导致他翻墙也经常不能收看新唐人 一个一孔初期的新闻 你要怎么看的呢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多看一下新唐人 封锁太严密了 对国内要是能播就最好了 特别说到评论我最喜欢看 说到在两年前就分析国师来 肯定是要出事的 国内现在才报 今年2月 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后 新唐人一如既往地 对中国时政进行预测分析报道 收视率不断攀升 如今逆风飞扬的新唐人 已经成为海外媒体报道的风向标 新唐记者刘慧 湘宇采访报道